本期视频将为你简述航空仪式的发展历程 及期间的一些趣闻仪式话不得正片开始 时至今日 飞机早已是远距离旅行的最佳选择 据说全球每年有三亿人乘坐飞机 甚至每时每刻都有近百万人留住于蓝天之上 但时为民天 这些身处万米高空 受负于座椅之上的人们 反倒对吃更有兴趣了 但您可曾想过 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飞机餐 其实也同航空旅行一样 自有其发展历程呢 那么诸功且做 听在下为您 一一到来 在莱特兄弟驾驶的飞行者一号 完成了人类首次受控飞行的15年后 在1919年的10月11日 英国的亨德利佩奇航空公司 谱写了最早的飞机餐历史 他们在一次由伦敦飞往巴黎的航行中 尝试向乘客出售一份价值三先令 由三明治和水果组成的午餐盒 而当时乘客所乘的飞机 则是刚刚从一战中归来的 HP400重型轰炸机 选择100年前的轰炸机当交通工具 还一边飞行一边吃三明治 我是真的佩服那些购买了餐盒的顾客 心不是一般的大 此后的现实也基本证明了这点 在那个坐飞机等同于一次小冒险的年代 向乘客提供餐食的理念 多少是有点超前了 因此在1919到1927年间 航空公司在吃这件事上的大多数选择 仅是委派一位乘务员 用一杯果汁向登机的乘客表达问候而已 其实相比飞机餐 空姐才是30年代航空旅行的新星 由于当时的螺旋桨飞机噪音巨大 且亦受气流影响造成颠簸 所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率先决定 聘用拥有注册户是资格的年轻女性担任空乘 而他们的工作除了分发小零食 更重要的是安抚乘客的紧张情绪 同时为晕机的乘客提供帮助 至于飞机餐的真正发展 且在等上几年吧 1936年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 美联航又成为第一家 在飞机上安装厨房的航空公司 而在此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 把飞机发动机输出的动力 用在烤箱之类的设备中 是相当危险的做法 其实当时的飞机餐 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 除了我们熟悉的用烤箱加热预制食品外 当时还流行过 直接让飞机在中转机场降落 并让乘客在附近餐厅用餐的奇葩方式 而将这种注重乘客体验 但毫无效率可言的用餐方式 发挥到极致的 是一众方兴为爱的水上飞机们 以主打奢华跨洋旅行的 波音314水上飞机为例 该机型准程70人 但为了保证长途旅行的舒适 一般只搭载40人 预留的空间则用于 安装卧铺和全尺寸厕所 当时主要是泛美航空 用它主推美国到欧洲的长距离旅行 乘客可以从纽约港的水面上登机 在略过大西洋的途中 飞机可以驻足停留于某片静谧的海面 之后其宽阔的内部空间 会被分割为七个包间 乘客们围坐桌前 静心享受机组人员准备的豪华盛宴 而所想菜品 均来自一家与其固定合作的四星级酒店 从离家万里的高空 降落到北大西洋的海面 再在西洋的余晖中 享用一顿丰盛的美食 真的是光想想都觉得浪漫 当然这样的旅行注定价格不菲 据说这种跨洋航行的机票 当时售价675美元 以如今的购买力这钻 约合12000枚子 确实是构价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带着永一夜 能不能去海里游两趟再上来吃 二战是人类的浩劫 但也驱动了科技的迸法 在战争过后 无数由战争而起的高新技术 退下了军用的外衣 开始在民用领域显露身手 乘坐飞机也很快成为 富裕阶层长途旅行的 惯用选项之一 但由于资本间的竞争 过往水上飞机式的浪漫 已经一去不返了 航空冷冻食品 这种在二战期间 为长途飞行的士兵开发的成熟技术 成了如今民用飞机餐的首选 按照环球航空博物馆的说法 该航空公司是第一家 批量装载冷冻食品 再由空乘人员以烤箱加热 分发飞机餐的企业 而与其一时余量的泛美航空则在1946年 首先使用了分割托盘的方式对食物进行盛装 而这种托盘最开始的名字就叫做天盘 两者对于飞机餐的发展来说均有巨大意义 前者让飞机餐在量产保存与安全中找到了最优解 后者则大大提高了空乘人员的送餐效率 由于这种用餐方式实在太过经典 所以在若干年后 以斯旺森为首的一众食品厂商 开始向美国民众推出了 照抄飞机餐模式的电视晚餐 同飞机餐一样 他也是把预制好的套餐 乘装在一个有铝箔覆盖物包装的托盘上 顾客要做的就是把它放进烤箱 加热25分钟 之后就可以打开来享用了 吃吧也不需要清洗任何厨具餐具 且各种款式的菜品组合多种多样 哪怕连着吃一个星期 可能都不带虫样的 并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价格也十分亲民 如今这种中央厨房制作的再加热预制菜 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低劣饮食的代表 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这可是代表着科技与营养 方便与效率的完美饮食方式 自英国的哈维兰彗星号 于1952年投入运营后 航空旅行进入了喷气式飞机的时代 自此飞机餐和民用航空 均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 相比于螺旋桨飞机 喷气式飞机不但在速度上有着巨大优势 还同时告别了螺旋桨的吵闹 和低空天气带来的晃动颠簸 这些无疑都让乘客拥有了更好的用餐环境 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 飞机逐渐成了高端人士远行的唯一选择 他们是航空公司最稳定最优质的客户 于是一场争夺头等舱客户的食品竞赛 就此展开 洁白的桌布 银色的咖啡壶 精致的瓷器 这些高档餐厅级的用餐配置 只是头等舱饮食的入门标准 龙虾 鱼子酱 高档火腿 牛排 这些食物品质上的竞争 才是最激烈的战场 当时的飞机餐 通常都包含数道大菜 而用餐时间 更是经常长达两个小时以上 并且由于当时的飞机餐 均由航空公司自己制作 所以其中内容 往往带有很强的自身风格 还是以美联航为例 在他们经营的纽约航班里 经常会有当地熟食店里的熏鲑鱼 据说由于其味道太过惊艳 一些女士甚至选择把它放入手包 带回家享用 此外我还找到了一份泛美航空 1951年由纽约至巴黎的 头等航班菜单 我们可以看到 其菜品均由大名鼎鼎的 马克西姆提供 这家餐厅始建于1893年 从20世纪初开始 它就是巴黎最著名最时尚的餐厅 胡志明流亡时 曾经在这当过服务员 北京出门门也有一家他的分店 当年的江湖传闻说 皮尔卡丹本人是这家店的投资者 而老板则是中国摩托界的 电机人之一 宋怀贵女士 瞅远了 咱再说回菜单 这份奢华菜单的实际内容 包括烤菲利牛排 法式酱汁龙虾 特条马提尼鸡尾酒等等 超高品质的菜品 但比较讽刺的是 尽管泛美在取业富人上颇具心得 但他们同时又是第一家 在远距离航线中 引入经济舱概念的航空公司 经济舱是大型喷气式飞机应用后的产物 在此之前 诸如波音247等机型 是不存在舱位这个概念的 因为全机的乘客数量 总共也就10人左右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说 由于泛美在飞往伦敦的航线中加入了经济舱 刻板的英国人因此大怒 他们直接禁止了泛美的飞机降落 于是飞机最终只好停在了爱尔兰 乘客们因此都气疯了 但当地的厨师用一杯热酒缓解了所有人的愤怒 而那杯热酒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尔兰咖啡 随着1970年波音747的推出 一个全民皆可坐飞机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多达数百人的客机容量 使得飞机餐的准备与调度 成了一项极富难度的工作 于是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 选择把它外包给了第三方 就这样 一些专职于此的食品公司 开始接管了飞机餐的制作 同时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 和1978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签署的解除航空公司管制法案 彻底改变了航空业的游戏规则 一个更为自由竞争也更为激烈的航空时代 就此来临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低成本运作的廉价航空公司 他们的机票很多低至几十美元 但代价是乘客要为很多软饮和零食支付额外的费用 这其中的代表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 长久以来 他们都将自己宣传为花生航空公司 即飞行途中除了一包花生 不提供任何食物 这种削减成本的经营方向 一路持续到80年代 其中的著名事件是美航CEO罗伯特·克兰德尔 他在1987年决定 从美份头栋舱沙拉中捡去一颗橄榄 并向外界宣称 仅这一项举措 就能为公司节省40万美元的成本 此后在新千年一始的2001年 美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航空业此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时期 但在一系列破产合并之后 最终活下来的企业似乎又迎来了曙光 他们在自己定位的范围内精工细作 成就了很多差异化经营的范本 比如阿联酋航空 他们仍然坚持提供高品质的飞机餐 并为此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厨房 购买他们的机票 即使是经济舱的顾客 也能有着很棒的飞行体验 而美国的捷兰航空 则以廉价舒适为卖点 其口号叫 把人道带回航空旅行 做法之一就是提供超多品种的小吃 以此赢得了很多追随者 甚至其中的泰拉薯片 还一度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食品 其实我觉得相比于传统的飞机餐 这种袋装零食的模式真的挺好的 毕竟按照食品安全要求 传统加工烹制的飞机餐 从煮熟到食用只有短短的72小时 一旦超过时间就全部作废 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另外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带饭上飞机 飞机上吃一袋小零食 完事把自己做的便当水果掏出来 那什么劲头 临座绝对给你投一钦佩的目光 心说 这可真是个过日子的主 视频制作不易 若您观看过后觉得质量尚可 还望略动手指给予支持 我在屏幕前先行谢过